今天AM分析都繼續和大家說一下疫情的狀況 疫情方面其實我想在香港來說 除了有新增的個案之外 在昨晚醫護界發起了投票 贊不贊成罷工 最後超過接近九成九成九 都是贊成的 我想這個情況大家都了解 其實今天我自己想了一會 我發現了有些多特別的情況 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就是由這個疫情開始至今 一直以來都聽到有一個封關的爭議在這裏 尤其是醫護人員 很多都希望政府可以早一點封關 令到疫情可以因人流減少 而有機會得到最大的控制 這一兩天就罵到沸沸揚揚揚 當然就是醫護界的前線人員的投票 最後出來的結果 九成九都贊成這個把工的行動 促請政府繼續考慮 最新消息就是林鄭月娥今天下午沒有和她們拒絕了她們會面的要求 所以前線醫護也不和她們一起去談 根據她們之前的說法 其實明天開始就會有一些局部性的罷工 我看到有很多網上的說法留言 甚至乎有一些很年輕的醫生 她們都不贊成醫護界去罷工 也有很多不同的言論都是駁斥醫護界罷工 叫她們做黑醫護 不過我發現了一個挺特別的情況 這一類型的說法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建基於一個點就是 她們不贊成醫護罷工而已 但是她們究竟贊不贊成這個封關呢 其實她們是沒有很明確去講到這件事 而且有很多甚至乎是贊成政府繼續進一步 積極去想想怎樣再限制這個人流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我們會見到一個挺微妙的狀況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不贊成醫護罷工的人 其實她們未必不贊成封關 或者未必不贊成大規模去縮減的人流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會不會變成大家的討論點 其實有一點點是不太接合到的 因為醫護前線她們說她們需要去罷工的原因 就是因為政府不封關 如果對方持反對意見的話 其實應該就是她們反對封關 這個才是來得更加大家爭拗點會更加清楚呢 如果不是的話就變成不贊成這些醫護罷工的人 其實她們是沒有對於醫護前線的訴求 有一些很明確的表達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會見到 香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呢 就算你今天你是不贊成醫護罷工也好 你都不想或者不去說這個 不去封關這個所謂他們醫護要求的這個訴求 那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我們要貪求一下為什麼這些反對醫護罷工的人 他們又不說出贊成或者不贊成封關這件事呢 其實說到最後呢 這個都顯示到香港一種很特別的政治形態 就是說呢 會不會涉及到這些呢 譬如說跟內地之間的交往啊 要不需要跟中央去商討的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就很多時候都會避開 或者甚至乎不去談不去說 只是希望呢 將那個矛頭呢 就擺在一個本地的爭拗上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其實雙方面呢 講的東西呢 都根本上呢 就有點風馬牛不相及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呢 我手上呢 都有一些資料 就可以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就算香港今天呢 不封關的話呢 如果那個所謂傳入的個案是增加 一些的重症的個案是增加的話呢 其實呢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呢 就算我們不封關呢 某程度上呢 都會出現呢 就是說其他地方呢 會不會對香港人 他們的出入境自由呢 都有一些限制呢 去到這一刻為止呢 其實譬如意大利 就已經禁止了香港的來往航班 其實昨晚呢 越南都曾經出現過這種狀況 幸好後來晚上呢 就經過兩地的政府 應該都是交涉了一大輪之後呢 在十個小時之後呢 就恢復了 那有一班機呢 曾經是滯留現港呢 都回到香港 那另一方面呢 其實呢 科威特啊 北韓啦 巴布啊 新基內亞 就禁止香港人入境的 禁止最近到訪大陸的旅客入境的地方呢 就有澳洲啦 薩爾也多 危地馬啦 新加坡和美國 那究竟就是 如果香港的狀況 就是大家都希望不要惡化啦 但是如果真是我們 從一個比較實際的角度去想 就是說如果 中國內地的狀況是 一直都是 就是好像現在的狀態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會不會不受影響呢 那這一個我相信 都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問題 麻煩了 今天就和大家談 暫時談到這裏啦 晚點如果有新的消息 我們可以繼續談的